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一下警觉病的原因和治疗的方法 警觉病什么意思呢 可能是有什么什么原因 然后警觉有一点歪了 然后压迫了周围的神经或者肌肉 然后发炎等等 所以警觉很痛 然后有的时候动不了 甚至手也麻痹 但这个警觉病也是有几个根本原因 首先左边的痛 还有右边的痛 不同的原因 而且中间的痛 或者两边都痛 也是不同的原因 所以一个一个学习一下吧 今天的话我们一起考虑一下 右边的警觉痛的时候 原因是什么 怎么治疗 右边的警觉痛也可能是痛 有的时候可能很紧张的感觉 麻木的感觉 等等各种各样的不舒服的感觉 如果这个比较严重的话 手臂 右边的手臂也开始麻痹的感觉 或者不舒服 紧张 没有症 没有症等等 这样不正常的感觉 就是右边的警觉病的意思 那么为什么发生这样的问题呢 如果直接压迫右边的这个警觉的事故 交通事故 那样的情况下 容易发生右边警觉病 但有的时候呢 没什么做 只有水灶以后 起来了 但突然动不了 右边的警觉很痛 紧张 也有这样的情况 还有 有的时候呢 没什么用力 只有你一点点动一动 突然很痛的感觉 不能动的感觉 也有这样的问题 大部分都是肝脏的问题 肝脏不太好 有肝脏有关的疾病的时候 容易发生这样的问题 那么怎么预防或者治疗呢 当然最好是小心一下 小心的动作 不要警觉太用力 或者太快的动 这样的话 容易发生这样的问题 所以慢慢的生活吧 还有提前预见一下 你去的那个地方 不安全吗 有点危险的地方吗 离开一下 还有开车的时候 也是小心一点 这样 有的时候 很多问题开始之前 可以预防 还有 右边警觉病的根本原因是 肝脏嘛 所以 一定要学照 从晚上11点到凌晨一点 这两个小时 对肝脏来说 非常重要的时间 那个时候 肝脏可以休息 还有肝脏有关的病 也可以恢复 但如果那个时间 不睡着的时候 怎么样 肝脏没办法休息 没办法恢复 继续忍着工作 所以 越来越压力很大 然后 如果肝脏里面疾病的话 越来越严重 警觉也是 当然 越来越严重 所以 这两个小时 很重要 记住一下 那这样的话 最好是 晚上10点左右 准备 睡着 这是很重要 那么 如果 有 失眠的问题 或者 已经习惯了 很晚睡着 怎么办 这两个时间 躺着 关灯 闭眼睛 然后 不要动 不要听 不要说话 继续 休息一下吧 那这样 可以肝脏 恢复 当然 比睡着 不那么好 但也有效果 还有 这是肝脏的问题嘛 所以 禁酒 不能喝酒 明白吧 喝酒的话 马上 影响到肝脏 这个 大家都明白吧 还有 禁着吃 不需要的药物 和保健食品 这都是 对肝脏 负担很大 因为这样 吃的药 还有保健食品 毒素比较 多 大 然后 马上吸收 肝脏里面 然后肝脏 要解毒 但 肝脏 已经很累 或者生病 那样的时候 更加了 负担的话 怎么样 肯定肝脏 更累 变成更严重 明白吧 还有 禁止过度的 劳动 或者运动 这都是 对肝脏 不太好 所以 平衡一下 控制一下 好好休息一下 明白吧 而且 醋 和橄榄 对肝脏 比较好的 所以 多吃一点吧 醋的话 水里面 放一点点 然后喝饮料 那样的 喝一下吧 也可以 或者 做菜的时候 也放醋 也可以 橄榄油的话 每天 20毫米左右 喝一下吧 就行了 如果直接喝 有一点不舒服 不容易 那这样的话 做菜的时候 放油的时候 用橄榄油 就行了 醋的话 可以提高 肝脏的能力 橄榄油的话 肝脏里面的毒素 排毒的作用 而且 诊断以后 你有肝脏病的话 一定要治疗 肝脏病 不然的话 暂时恢复 颈椎 又发生 颈椎问题 暂时恢复 颈椎 又发生 颈椎的问题 这样 反复 那么 已经生病了 怎么治疗呢 首先 指压 这是警觉的问题 所以 平安 好的 长线课堂 今天就讲到这里 你想继续观看 这篇真酒课程吗 还有 你想观看 大概200篇的 真酒课程吗 请通过下面的微信 联系我吧 谢谢 请不吝点赞